18号早上10点多 突然无意景的大停电影响金门8000多户 便利商店停电送货员是摸黑的作业 连路上的红绿灯也停摆 小三通也卡关 根据了解 停电造成小三通没有办法开票通关查验登船查验都有影响 人数查验也没有办法落实 幸好状况现场人员还可以掌握 小三通码头人员还有金门港务处处长也表示 早上10点多左右停电造成小三通的码头营运是受到影响 台电表示停电时间是早上10点8分到29分才恢复停电 但是这突然的大停电也造成不少的民怨 经查港务处这个部分有三台发电机 那有两台是正常启动的 那一台另外一台发电机因为台电重复的送电的影响 所以启动保护砖子 所以没办法及时启动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晚上的话 再会再做一个送电的测试 因为今天早上10点08分由本厂送电的1号配电变压器 发生了冷却电源跳脱的事件 导致变压器停电影响到骨钢溃陷以及金门城溃陷 由于在本厂以外呢 有转工的回路 所以用户数变成接近原来的两倍 停电的户数大概是8993户 停电的时间大概有21分钟 那这一段 这21分钟是我们在确认故障原因 转工的过程所必须要的时间 而我们台电基本上没有延误整个负电的时程 那转工以后 目前我们的技术人员也在现场调查 冷却电源跳脱的原因 针对18号早上10点多 金门西半岛发生无预警的大停电 造成8000多户的停电 塔山发电厂也紧急说明配电的变压器 发生故障停电 表示塔山的1号配电变压器 冷却风扇电源不明原因的跳脱 当时停电 台电也紧急的抢修 跳脱原因目前查修中造成用户不变 台电也表示深感抱歉 感谢观看